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要看到月亮恐怕很暗 可能各地的情况不一样 但是今天是中秋节小董在这里住很多朋友中秋节愉快 当然还有很多在岗位上的朋友 他没办法跟家人过中秋 甚至高雄决定发生大火灾 昨天有个消防员叫蔡倍生他去救我 他罹难了 小女孩救出来了 英勇的消防员走了 他没办法跟家人过今天的中秋节 甚至连医生问候都没有 各位我们的金锦销 他们在很多节日 或者平常你看不到的角落 他们默默在做事 所以上个礼拜 全国国人最愤慨的事情 是台电一个员工 去爬山 把消防直升机当计程车校 每个人看了都非常生气 怎么会有这种男 然后他女儿又出来讲东讲西 花了一堆人救他 第一次救了他跑了 半夜跑了 第二次救了 他在飞机上侦偷 那飞机非常的危险 很多人都非常生气 怎么会有 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人 他不会去了解别人的辛苦 各位金锦销辛苦 金锦销 是蔡英文这两天到处跑 祝贤 口口声声讲 要被改革的对象 什么叫改革 就是把你的退休金把你弄少 蔡英文说这叫做改革 连陈水扁都看不下去 陈水扁当然现在向蔡英文很大声 带蔡英文去宜蘭 去说要挺我们改革的力量 去彰化 说挺蔡英文就是挺改革 就是挺魏民谷 各位金锦销 是在怎么样的工作环境 他们冒的是什么生命危险 你看到金人杰蔡英文 心不甘情不厌 去宜蘭 比出那个嘴巴 她说我没有吐口水 那请告诉我 那叫做什么动作 你告诉我叫什么动作 你不是吐口水啊 你至少比了那个动作 就是吐口水的动作 有没有水吐出来 我不知道 因为我看不到 我从影片看不到 可是那个动作 就叫做吐口水的动作 那你的尊重在哪里 我请教一下 我在很多场合也很注意 蔡英文讲话的画面 她都不会有这个动作啊 对不对 你说有些人可能 她有什么病 她会有些动作 我可以理解啊 但是我看蔡英文 所有到处浮现啊 或者演讲 或国庆 或怎么样 她从来不会有这个动作 她为什么到中类池 她要比出这个动作 嘴巴比出一个吐口水的动作 我完全搞不清楚 什么叫尊重啊 各位朋友 我们 缅怀跟家人相继的时光 也感谢那些 默默 为我们 整个社会付出 为国家很任命的工作的人 致敬 中秋节 是一个团聚的日子 在中国人来讲 她几乎是 台湾的第二个大节 对不对 春节下来就中秋嘛 你说有三节 一个端午 端午的相继还没有像中秋 这么有代表性 因为中秋是人言夜言 大家团言 那种意思嘛 中秋节要怎么样 各位朋友 中秋节你把夜饼 吃了以后 里面有没有个小字条啊 上面写 9A9沙达子啊 有没有 9A9沙达子啊 中秋的故事很多啊 现在是8A15 9A9要杀达子 达子是谁 达子当然就是外族的人 因为他们 很残暴 掠夺 强暴 杀人 什么都做 那是 一个案例啊 要把严巢把它推翻 明朝很多 之前很多农民起义 靠这个 因为那时候的 援朝的 政府管得非常严 然后大家没办法同信啊 所以就用赤叶饼 里面放一个字条 9A9沙达子 大家当天晚上 来 结果就推翻了 蒙古人 的 挣钱啊 那是一个传说啊 你晚上 吃叶饼 会不会吃到纸条 我不知道 但是11月24 你一定要推翻 这个挣钱 这一推翻推不了 推到一半 我老实讲 民进党选择在他 当然也只能推翻一半 这个叫其中选举 蔡英文说他的改革都好 我们 用我们的力道来给他看 这个政府对人民 完全没有责任感 每天 讲干话 为什么要砍金公教 他说因为国家没有钱啊 我们国家很穷啊 可是他回过头来说 这是 他执政以来是二十年来经济最好 他执政以来股票天天 上万点 那这么好 为什么要砍金公教 我请教一下 小董讲话 都是有评有趣 而且我讲话都很简单 因为我都以子之毛 公子之盾 对不对 你说你经济很好 税收也很好嘛 那国家这么好 就没有理由砍金公教啦 因为你金公教 你是政府跟人家签约的承诺啊 今天很多劳工团体 幸灾乐好 啊 金公教就该砍就该怎么样 劳工团体 劳工 你退休以后 老板应该给你两百万 他说我没那么多钱 我给你一百万 你说怎么可以这样 为什么不能这样 为什么不能这样 因为那是一个承诺啊 今天劳工你只是硬气好 你的老板是一般老百姓啊 今天金公教你只是硬气不好 你的老板是政府 如果政府是老板 可以毁坏肉眼 为什么民间的劳工 他的老板 不能毁坏肉眼 劳工只要老板跑路 或老板不给这个钱 就是借头抗议 全国每个人都很同情 可是很多劳工看到金公教被砍 哇 心里好高兴好爽 什么心态 我告诉你 这就是对立 民进党赢到出来的对立 不是吗 全国大家都同情老公 你们被一立一修全国都伸延他 对不对 那全国不同情金公教 因为金公教 感觉上你比较多 可以啊 你让你的乖孙 让你儿子去当兵好不好 我们部队招不到人啊 你赶快去 我们以前要当兵喔 条件很简单 四肢健全 四立裸四 0.8 0.6 好 现在呢 现在条件很简单 戴眼镜也没关系 身体很肉 又矮又那个也不要紧 你只要来 要不要去啊 你羡慕人家 当米虫 你就让你家人去当米虫啊 我有时候看这些我都看得很气 台湾人 心里的厚道 完全没有了 让民进党这几年在社会上 借着选举 借着执政 然后到处去催化 金公教是米虫 消防员 好像没什么事情干 你看人家牺牲了性命你在哪里啊 他在救火 你在生火烤肉 你吃了爽歪歪 他没有病了 各位你今天看到 台湾社会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为什么大家心里的慈悲 跟宽厚 通通不见了 因为我们有很多嫌疾 嫌疾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掀起仇恨 掀起对立 那个人好可恶 那个金人 又不打仗 他领那么多干嘛 那拜托赶快让你儿子去啊 让你孙子去啊 让你孙子去啊 你们这些种田的 做劳工的 每天在那边 好像自己扔的少 别人扔的都就很去 那你赶快去嘛 你觉得当金人很好 没事干 很好啊 赶快去啊 各位我讲是个公道 因为他的 他的条件并不是很艰难 你去都会录取啊 几乎都会录取啊 各位我们讲东西很简单 但是我们不挑仇恨啊 可是 你还是要有些东西来追到 如果国家没有钱 如果国家这么艰难的话 那吴英零为什么可以领250万一年 他也没有比我更多才华啊 为什么 管币领的领细 每个月可以领13万6千块 还有其他的 住外的津贴 你告诉我啊 为什么谢唐廷 在日本的基要 也领22万 为什么 那你告诉我啊 那我金人 我金人每个月领 4万块 5万块 你天天骂 那你领的是我兜那么多啊 各位很多东西是要用对照的 但是你只要看 我们台湾社会 你把它拿来做对照 大家为了嫌疾 很多话都没办法讲 因为你一对照就穿帮了 时代力量的黄国昌 我素来瞧不起他 他说你看现在很多人 父亲贪污 儿子就出来嫌 这种黑金二代 我们要透气 他前两天还跟陈其迈合照 结果被朱学恒骂 朱学恒说 把他po那个照片 说你看 陈其迈爸爸贪污坐牢 你不是说你讨厌黑金二代 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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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他 黄国昌刚刚发文喔 说陈其迈不是黑金二代 他表现很好 他好不好他坐黑金二代 有你讲的算 时代力量就是这种 这种让人瞧不起的政党 什么力量 对不对 你看了这 这种政党让人看不起 他们是靠太阳花 靠帆胡帽起家的 时代力量联国昌 而成黄国昌 自己在中国大陆卖书 我手上有他的书 别人不能去 人家去做生意 你又不能去 哎呀会怎么样 台湾会被出卖 怎么样 那你去卖书就可以 卖书比较高级 是不是 别人去卖手机 卖水果 就不高级啊 你卖书的人比较高级啊 他老丈人 在山东 弄了一个大农场 好几甲 他们自己可以 时代力量的临场走他妈妈 去中国大陆 经营会计师 还练了人民大学的会计学博士 在那边做会计师 14年 带着他弟弟临场又 然后赚了一堆钱 然后每天反 反对别人 去中国大陆 反胡帽 各位他讲的一套是一套嘛 对不对 你反那一间 陈其蔓的爸爸 陈哲良跟我很熟啊 貪污案 现在已经出来了 提早出来了 真好 只要你跟民进党有点瓜葛 你都可以提早出来 不是吗 你有时候看这东西 你就是拿来做对照 小董讲新闻 我讲新闻都是 简单的 为什么简单 因为我讲的东西 你拿来做对照 你就明了了 那这个叫不叫黑金第二代 那如果他不是 陈志忠也不是啊 陈水扁是不是黑金 你说不是 他只是个贪污总统 贪污总统不是黑金 那是什么 我有时候看很多人的标准 对别人 严苛啊 就像黄国昌 对自己人 哇 这个都不算啊 对不对 陈维廷姓骚扰 从高中 大学研究所 三波都姓骚扰都被逮到 蔡英文说要给年轻人机会 蔡英文讲的 不是吗 然后大家就充满了悲鸣 连管闭人都讲话 所有人都悲鸣 为什么 因为太阳花那时候有力量 年轻的选票 然后每个人都讲好话 王丹说不是好色不是男人 你看嘛 如果是别人呢 性骚扰 这全世界都不容喜的 从好莱坞 me too一路烧到 各国 没有人有办法容忍 民进党呢 民进党是看 是不是自己人 自己人就容忍 就没关系 所以张花冠 被陈明文姓骚扰 那只贤猪手这样摟着他 全国都看到 看张花冠一脸嫌恶的样子 各位你都可以上网 他一脸嫌恶一脸 结了很恶心被你抢摟著 然后他去提告陈明文 7点9月 告了 我在节目上讲过多次 我非常看不起 嘉义地检署的检察官 不要脸 检察官你们真不要脸 不要脸就是不要脸 不用来问我 今年一夜 陈明文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说我那官司已经没次了 他起诉出我 我还没说到 嘉义地检署嚇死了 赶快出来火热 没有我那官司还在审判 为什么 因为你早就跟陈明文讲会没事 陈明文也以为没事 可是 这种事情可以 可以偷偷干 不能公开讲 那时候嘉义地检署 我判断 就准备要给他不起诉了 7.9月到今年一夜 对不对 后来被陈明文这样 赶快又偷 偷到今年 8月28 那陈明文终于不起诉了 为什么是8.28 一不能再偷到9月就一年 小董天天在骂 一年还不办 我一定骂检察官是狗官 对不对 所以赶快 哎呀 终于死一个多月 赶快 赶快给他不起诉 没有一年喔 小董你不要乱骂喔 你骂一年就错了喔 无非就是这样嘛 我请教一下全世界 后在台湾 什么叫性骚扰你知道 性骚扰就是你有肢体跟他接触 让他急不愉快 就认定了 那我请教一下 为什么检察官要拖那么久 因为他认为你们过去是同一个党的 你们有革命感情啊 你们只是现在 我讲不好听讲 就好像 男女朋友 你们现在这小两口在半嘴 一时不愉快 对不对 检察官是这样想 我不骗你 所以呢 我只要把他偷下来 中间你们民进党自己继续会协调 他就会撤告嘛 所以谁去撤告 谁去运作 姚仁都啊 姚仁都现在在帮姚文智助選 姚仁都帮姚文智两个姚 我们成语叫什么 姚来姚去 这个还嫌什么 对不对 姚来姚去 所以姚文智 在姚仁都的浮选下 本来十几下变八 欸 連一成都没有 好 那那你看 姚仁都 跑去彰化冠 欸 姚仁都在台北 他现在在海基会当副董事长 原来在总统府 那时候 那时候当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国安会的副秘书长 他特地跑去嘉宇找 彰化冠 其他的官邸 就你这个案子 就是不要那个 那这一期的周刊网有报导那个经过 彰化冠说不行 你知道陈明文 说 等我这个案子结束 我要给你死得很难堪 真的这样讲你知道吗 啊 张花冠很气啊 张花冠说 欸你姓骚扰我 还以出恐吓 我这 我好歹是个嘉宇县长啊 你姓骚扰我 众目睽睽之下 我被骚扰很没面子 在神明面前 然后 你还凑够来耳朵跟我讲 就是 讲什么 我要给你死得很难堪啊 那 那老实讲 嘉宇地检署 我瞧不起的嘉宇地检署 我鄙视 我觉得非常恶心 的嘉宇地检署 不起诉了 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案子 张花冠对外公开讲 他公开讲 我被恐吓 他说要给我死得难堪 这是恐吓罪 这是公诉罪 嘉宇地检署 的检察官也说 我们也办了 好 下一年啊 你办在哪里 检察官有没有羞耻心 你还好意思跟你家人过中纠结 嘉宇地检署 你们是拿人民的钱 你们今天好意思吗 你们在替政党图资磨粉 姚仁都讲完了 张花冠不同意 姚仁都跟张花冠讲什么 那我找吉姐来 让吉姐来欠如 张花冠忍地跟他讲 吉姐也没用 他说陈明文老 只听蔡英文了 啊蔡英文呢 蔡英文一直拜托大家 赶快去戳 自己不出院 为什么 太难看了 为什么难看 我老实讲 因为女生嘛 女总统 人家有女生被 被姓骚扰了 你当为女总统 你还去献 你去欠那个女生说 你不要不要在意 你讲那什么鬼话 对不对 这个很尴尬嘛 所以蔡英文没办法 一直找那些人去戳 啊戳到最后 他上花冠不买账 那你现在这个案子 接下来大家再看嘛 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小董 真心话 现在蔡政府 潜力 各位看哦 今天24号 11月24要投票 所以 告诉你 投票剩两个月 剩60天了 但是你可以看哦 现在蔡政府 潜力的动作在干嘛 选举 如果这次的选举赢了 就表示说 他获得人民的认同 但是大家知道 年底的选举 主要的指标观察 当然就是这些县市嘛 县市当然又以六都为主嘛 对不对 那选举 选举你要 大家讲的很复杂 台湾 台湾的记者 像小董 一样 对嫌疾这样 跑过很多的人 很多啦 但是 可能没办法 像我讲的这么清楚 你就是要把很多东西捡累 把它看得清楚 就嫌疾有 乡政市 有县市 现在全国22个县市 这六都是最重要 那六都你要怎么看胜负呢 六都里面 国民党执政只有新北 民进党执政有四个县市 台中 台南 高雄 还有桃园 那柯文哲 柯文哲当然是属于利的 可是这一次跟利的 决裂 因为民进党自己提兵了 姚文哲 所以你要怎么来看这场选举 什么说 蔡英文到底会选赢或选输 当然大家看 那当 多数人都认为 民进党在蔡英文领导之下 绝对 不会选得比 上次好 可是什么叫好 什么叫坏 民进党的席次肯定 比上次少 对不对 这是百分之百 确定的 那什么叫选赢或选输呢 对民进党来讲 他如果要选赢 他就拿下新北市 打败侯友宜 这是最简单的指标 那对国民党来讲 六都 我只要拿下台东 台中 那这个就指标啦 林家龙我就赢啦 要不然我拿下高雄 我如果高雄跟台中都拿下来了 那民进党兵败如山倒 对不对 那你说桌边的县市不重要 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他的指标不这么强 譬如讲 宜蘭 彰化 澎湖 加一市 这些是现在是民进党执政 那民党拿得下来吗 我看 可能都数寥寥 可是周边的这些东西 民进党他并没有那么在意 他在意的是直辖市 那他也希望说 从南宁一些比较弱的地方 我可以把你拿一两个回来 也代表一个县市 譬如说台东 对不对 台东 国民党党提名是姚庆宁 刘兆豪 他们已经缠斗很多居了 可是国民党现在有匡立真啊 所以我们就要让匡立真去拉国民党的票 那就民进党的策略啊 花莲 花莲是个小县市啊 就人口来讲是小县市 对不对 可是有指标意义啊 傅昆奇五星级县长 他太太习真卫 民调这么高 那怎么办 傅昆奇的牢就去坐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 傅昆奇这两天要去坐牢 这两天就要进去了 已经确定了 那做了以后 做了以后他没办法帮他太太操盘啊 他太太毕竟没有选购 这二十年来都是傅昆奇在选啊 那傅昆奇抓进去关了 没有人操盘啊 那现在高雄 花莲县政府就有民进党一手 抓在手上 他怕一个检察官出身的拆弊众 对不对 检察官只要眼睛一看 那个装脚都不敢动 你装脚动我就说你会选 说你怎么样 我就跟你来这一招你会不会怕 大家怕 所以派检察官去代理 县长的 你没有听过 各位 你今天看到台湾社会就是很奇怪 民进党做什么大家都不吭声 都可以 台湾社会它是两个社会 一个要脸的社会 一个不要脸的社会 一个潜贵的社会 一个平民的社会 民进党是潜贵 是不要脸的 众所皆知 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做同样的事情 利盈的人要干嘛都可以 别人不准去大陆做生意 黄国昌的老丈人可以 黄国昌自己也可以 他去卖书啊 他的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手上有啊 林长斗的妈妈在那边当会计师 会计师在帮商人报仗 帮大陆的商人报仗 对不对 会计师就做这种事情啊 他老妈在那边赚那么多钱 给他在台湾搞台独 对不对 大家看嘛 他们都可以 别人都不可以 我们台湾是两个世界啊 只要你主张利的 主张台独的 你在台湾 横行无阻 什么事情都没有 啊如果你不是 你是蓝了 那我要讲你什么你就什么 不是吗 所以他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 你要把他拿来做对照 我们台湾的媒体啊 八成以上都挺立 挺立色的 所以你看到媒体就不公正 有些办报纸的人 在台湾炒地皮吧 把他 土地房屋把它标得很高 然后再 赚了钱再来搞台独的报纸 然后每天讲 啊台湾土地不正义 怎么样怎么样 你不是很好笑吗 台湾就都是这样 連香港的媒体都来这边炒土地 然后假装在办媒体 你知道黎智英 在内部 买了一块地把它卖出去 赚28亿 他苹果日报的老板啊 他苹果日报来这边十几年了 他有没有赚28亿 没有 十几年都没有28亿 真的搞土地了 懂了 所以你不要被这些人讲 他现在手上还有一堆豪宅 遍布在大安森林公边 大安森林旁边的房子是 当然是非常贵的 一栋都好几亿了 我知道他至少有八栋 各位 不要被那些人的话术 他们讲 都爱台湾都怎么样 没有 都爱台湾的土地 爱台湾的房子 因为可以炒作 然后很多人脑被洗了 哇 谁不公道 谁怎么样 你听那个听了下去吗 很多人就被听下去 这个就是洗脑 民进党有这个 再加上司法 他有媒体加上司法 他天下无敌啊 司法就牵他 对不对 你张花冠 你的任期就剩两三个月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十二月二十五号 你就要下台 你剩三个月嘛 所以你被性骚扰 我们理都不理 我们的陈明文 还有陈明文 大力支持民进党提名的翁张良 就是我们的人 这才是我们要的 所以你张花冠 你的性骚扰 就没啦 不起诉啦 不起诉 那检察官 人家现在张花冠又在意啊 在意再来试试看啊 民进党永远靠司法 靠媒体 然后在那边营造出一个这样的气氛 你如果用同样的司法标准啊 那是觉得非常残忍 台湾最可怕的是司法 司法一翻两瞪眼 媒体把你骂一骂 那就算了 对不对 你只要够坚强 那被你骂一骂就算了 可是司法 把你判了以后你就进去了 四年前嫌疾 国民党 屏东 屏东的 党部主委 张亚平 他是操盘所 民进党提名潘梦安 国民党提名简太郎 结果张亚平花了一个文献 潘梦安 就去告他 这个律师叫桌村米 春天的春 白米的米 他现在是民进党的部门期立委 账公标柄 告了以后 张亚平就被抓去关了 就被收押进建 投票前 所以你怎么可以花这个文献啊 结果一进去 那个法 那个检察官 那个法 那个检察官啊 检察长是 黄信介的女婿啊 叫张金图啊 那当场 鸡押亭 当场 检察官要求鸡押 法官当场同意 法官还骂他 说我们法官宿舍也收到你的传单 看到你们就讨厌 你是法官耶 你看到国民党的文献就讨厌了 那你是什么颜色 我们整个屏洞立 立到已经不能看了 我们整个司法已经 已经丑陋到这种地步了 然后一审二审三审 十几个法官通通判他 两年十个月 各位 你在台湾不管经历国民党 或蒋介石 蒋经国 或任何时代 你有听过一个文献 选取一个文献 让一个人坐牢 两年十个月嘛 你有听过吗 共产党在文革时候都不会这样干 我告诉你 一个文献而已耶 民党过去弄多少文献 栽赏你的 假新闻的 通通没事了 最多你就这个 一个缓刑啊 一个罚款啊 各位我讲这个东西大家都很公道 各位朋友你对这个事情 如果有兴趣的话 有兴趣的话 你就到Google或Yahoo搜寻 小董讲新闻 你们要做作业的 光听我我可能讲的不够详尽 你就可以上网查 你上网只要打两个字 两个人的名字 一个我 董之森 智慧的字 森林的森 一个张亚萍 你只要打 董之森 一个斗典才一个张亚萍 工厂商 亚呢 雅典的亚 希腊的雅典 屏东的屏 你只要打这两个人名字 然后在Google我Yahoo 你就搜寻 你就进去 里面我写了好几篇文章 我讲的 我讲的很沉痛 我有时候看这些法官 我都怀疑你们有没有一点人性 你们要不要脸 你们拿人民的薪水 然后替政党干这种事情 这种人到底有没有一点良心 你不怕你的子孙被报复吗 等一下回来 你不要走开 欢回到 小董真心话 小董每次讲到司法都很沉痛 因为司法当然是最后一道防线 很多法官检察官我也认识 我有亲戚在干检察长 他都 他们都在拜拜 我说拜怎么拜 真的 而且大家拜的结论是个不错 我心里不要安静 就叫自己的协长协弟 他们协长协弟 就是你第几棋 我第几棋 司法官信念所 我有个 看这东西很感慨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做一个工作 譬如说你是检察官或法官 你领了政府的薪水 比一般公务人员高很多 因为你们有家籍嘛 高很多 法官还是终身优惡 法官的责任更大 检察官呢 检察官最会看绿色的颜色的风向 你只要办国民党的 人家就讲你敢打特权 所以大家就往这一方面走 他们就不公平了 那碰到绿色就要放水 绿色一定会执政嘛 执政你就升官 那你碰到蓝色放水 蓝色执政他不会让你升官 他不会说你过去哪个判决对我们有利 我们就怎么样 不会啊 你看国内这些例子 这二十年来的例子 一直是这样 所以检察官就很会看风向 只要绿色的我们放个水 我们企业绿色的 那我们就升啊 真的是这样的话 民党非常清楚司法的好用 所以司法对他来讲 铁板一块 全力挺他 媒体呢 媒体因为现在有网路 网路有时候会摇摆 他们传统媒体都在他们手上 过去的网路的媒体也是民进党全力掌控 那现在因为大家可以传来传去 你看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就一翻两瞪眼 譬如说苏贞他明明拍人家肚子说 我没有拍 东奥 深奥的自救会的会长叫陈志强 在苏贞昌前面 给他诚情书 说深奥电场不能改 苏贞昌不曉得跟他讲什么 但是拍了他两下肚子就走 他很气啊你这什么态度啊 苏贞昌总部马上讲 没有我们只是拍他肩膀 他更气 为什么 他们有几个人并不是只有他 他跟苏贞昌讲话 他的同伴现场有拍照 有拍照你明明就拍人家肚子 所以苏贞昌昨天深夜赶快出来道歉 如果他的道歉也是心不甘情不厌 你只要看他封信 如果引起你怎样我就怎样 那你道歉就要真心道歉嘛 你拍人家肚子干什么 对不对 民进党执政人民都在饿肚子 肚子经得起拍吗 你有时候看这些人 看不下去啊 可是民党他对这个不在乎 你只要如果那时候没有拍到这个照片 这个影片还不是照片 他保证讲你是假新闻 民党现在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就叫做假新闻 为什么 就是我们在节目上讲过 我们大阪处的处长 舒启臣自杀 不能自杀 你要打1995 或者张老师 小董都在这边会做提醒 那舒启臣自杀 他们就说你看 就是假新闻 疑论害死人 对不对 你们一直骂他把他骂死 不是啊 各位 我看很多 朋友 或很多媒体 都说那假新闻 不只蓝色的媒体 很多蓝色媒体 都说那假新闻啊 没有 那怎么会是假新闻 这新闻千真万切啊 中国大陆具有派人 去接他的理课啊 这怎么会是假新闻呢 现在还有人说那假新闻没有这回事 怎么会没有这回事 你们是 眼睛涂到拉吧 是不是 人家都已经 证实了 我们被他救了 那32个台湾同胞也证实了 甚至书启臣 自己也证实了 书启臣 他花了 一封传真 给我们的外交部 我照他的文字 我照他的文字念 念给各位听 照他的文字 大陆驻版 我们派人 派言 前往前右野车站 本处 本处就是他自己的大阪处 本处为派言 前往 车站 车站 后港口 关心国人 让国人 有感 难辞其咎 这是书启臣自己写的 书启臣 证明了这是真新闻 怎么会是假的呢 书启臣到死之前 都觉得这是真的 他说别人有派 我没派 所以我拦辞其咎 我没有办法让国人有感 我们现在政府还在讲假新闻 然后一堆媒体 包括我们友台很多 很多被认为是蓝色的媒体 也在这样讲 你们到底会不会看新闻 你们到底会不会去找资料 你很多东西 你就上网查 多数很多都找不到 找不到没关系 你都听小董节目 小董会告诉你 哪里有 我刚念了书启臣自己写的 这是书启臣亲自写的 大陆处把派言前往 前走 车站 本处为派言 前往车站后港口 关心国人 让国人有感 难辞其咎 这是他自己写的 各位 所以你看 蔡英文每天 讲书了 就说那是假新闻 然后整个民进党 大家看到他的讲法以后 就顺势就说是假新闻 不是假的啊 从头到尾都是真的啊 这新闻本来没有什么重要 是因为独派的媒体 或者亲历的媒体 譬如说苹果 譬如说三例 我都指名道姓 那时候就编 或者他哪里听来的 就说那些大陆好可恶 你要救我们 台湾的同胞就算了 还要说承认中国人可以上车 没有这回事啊 你要丑化人家 结果大家才去关注这个事情 说原来情况不是这样 这个事情的成因 是这样造成的嘛 他是因为这样造成 大家才去关心这个新闻嘛 本来就没有这个 本来他只有单纯去接 然后顺便接台湾 香港跟澳门的同胞 就这样而已 结果我们去丑化他 说他逼 要上车的人 要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才 才可以上车 为什么现在会有这种 有些嫌疾到了 我们不拿共产党来羞辱 我们怎么会有嫌票 对不对 大家都在玩这一套嘛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台湾除了嫌疾之外 还有很多事情 台湾除了嫌疾之外 我们自己的生活 要继续的过下去啊 你有看到 新竹一个小朋友 被他老爸 跟同期人这样 那一代 我们中秋节在吃夜饼 他在吃什么 他在吃便便 三岁 各位你可以想象吗 你在搞拳击 你不关心这个社会上 这些角落的人吗 他三岁没有嫌票是不是 你这什么政府啊 新竹市民进党执政 当然我不要讲 谁执政都可能啊 但是你能不能放下 手上的嫌疾工作 我们好好 让人家的家人 让我们的小朋友 他有个好的环境 这是 这是自己该做的嘛 今天每个人想我嫌疾 嫌上了以后 我就有所有的资源 所有的预算 金钱都是我在派用 对不对 我要给我的人马 有好的位置 派泰国的 派日本的 泰国十三万六千块 果然少 派日本的 谢唐廷的记号秘书 二十二万果然高 那可以啊 你们要执政 可以没关系 但是 请让老百姓 过一个正常一点点的生活 不要说好生活啦 正常一点点 有点 有点 像样的生活 好不好 今天谢谢收听 谢谢